字幕君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這個動詞組的短語 這個章節的結構就像我剛在那個竖琪蘭打的 3.1的部分我們會講 X-Bars Gima里头所谓的附加语跟补足语的这两个位置 然后在动词组里头的体现 然后3.2的部分会讲一些些动后的成分 动词后的成分包括像补语啊 冰语啊 喂语啊等等 那3.3会讲动词前的成分 比如说动词前的状语啊 那3.4会有一点结论 动词组的部分也是一样跟名词组一样 我们叫他做短语 动词短语 那一个短语里面的字词 其实他必须要按照某种次序来出现的 在汉语里头某种次序 但是跨语言里头的次序并不是这样子 就是有些语言他的中心语是居后 有些语言的中心语是居前 那根据你的中心语是在后或在前 你的修饰语就可能跟中心语相对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那3.1的部分我们讲这个附加语跟补诛语 在讲这之前要稍微讲一下那个 X-bar schema 所谓X-bar schema就是我刚刚在名词组里头有画的那个 样的那个树状结构 那通常他有分三层 那最上层的是XP就是最大投射 然后第二层的是左边的分支是附加语 然后specifier 然后中心语是在中间 那最下层的投射呢 右边就是补诛语 那以动词组来说呢 例子像是他大声唱名歌 那我们的谓语是唱名歌吗 那那个动词唱对不对 动词前可以出现像大声这样子的成分 那后面当然可以加唱的这个冰语 是名歌这个部分 那所以整体的结构呢 可以化成像2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那大家可以看到以动词组来说 唱是这个V的大V的投射 那他可以有V-bar 两层V-bar的意思是说V的这个投射是Vacuous投射 就是他是V没有改变他本质 那你会发现冰语在他的右侧是NP2的地方 那他的左边的分支呢 是出现在比他高的位置大声的 那他呢 则是出现在 因为这个这里是承认那个VP Internal Subject Hypothesis 就是说认为主语是从动词的左边的这个 那个Specifier的成分的位置去移上去的 所以整个VP的投射会长得像这样子 所以动词前跟动词后各自有一些成分 那这边他特别文字上讲到标示方法V-bar反映了这个语言的一些重点 附加语就是说大声的这个东西 当你取消他就是说不让他出现在剧中的时候他唱名歌 事实上这个句子并没有成为并句 也就是说当这个动词前成分他如果是一个副词性成分 然后他是一个附加语的话 Adjunct的话 我们所谓的Adjunct 附加语的话他其实是可以省略的 可以省略的 那假如附加语是这个加上这个V-bar的话 他还可以仍然是V-bar 就是整个结构没有长大 要长大到VP的话必须把这个主语纳进去 左边这个Node纳进去Specifier纳进去 才有办法让那个整个结构是长大 所以在V-bar这两个层结构的时候 结构没有多长东西 所以他可以附加语可以不断的加 可是结构都通通都在这个层次没有更多 这叫规定性Recursive 所以这也显示了这个语句 我们永远可以再造更长的一个语句 我们可以加上更多的附加语 那重点是要记得就是Adjunct 就是附加语在句子当中不是必要的成分 必要成分比如说就是论源位置 像竹语啊 冰语啊这些的 当你说他大声唱名歌 没有讲冰语名歌的时候 其实句子变成他大声唱是不对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论源结构 必须要有一个冰语没有被完成 那三跟四是问题短语 什么跟怎么 那一样他唱什么名歌 他怎么唱名歌 那什么呢是出现在冰语前 那怎么呢一样是跟大声的 他是在询问这个状语的内容 所以他是出现在动词前 那一样他可以签在小句子里像四 他说你唱什么名歌 他说你怎么唱名歌 当什么名歌跟怎么把句子变成疑问句的时候 像是五的句子里头 其实就会有一些 他想知道谁唱名歌 这时候这个谁是真的在疑问 就是你必须回答他想知道谁唱名歌 你可能会回答说 李四吧他应该知道李四在唱名歌 那如果你是问他想知道谁唱什么名歌 句子虽然有点怪 但是其实是还勉强可以 可是你如果把它放在这个embed 一样是小句子里内谦句里头 可是你要设问的是状语 就是他想知道谁怎么唱名歌 其实这句子会变得很坏 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回答 甚至你不知道他在问什么 他想知道谁怎么唱名歌 他想知道谁唱什么名歌 其实都还好 最好的当然就是他想知道谁唱名歌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怎么 就是问状态问样貌跟问论员谁什么 其实在句子当中它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adjun就是附加语的成分 它植数据里头是可省的 那我们现在发现疑问句里头 它是不可以被奢问的 就附加语的部分不可以变成wh问句 总归而言如果主句它是一个negative或是否定形式 或者是想知道这样子的主要位语的话 它在VP内的附加语是很难去形成疑问句 很难去设问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冰语跟状语 修饰语都好像长在VP里头 它都是修饰语 但是它有不同的句法行为 那这个差异是在哪里 差异就在于说冰语这个名歌这个东西 它是在论源结构里头必要的 它跟动词有着某种语意上必要性的关系 这我们叫论质关系 但是附加语没有 所以附加语即使省略 对句子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边是这里的结论 那3.2我们就来看看冻后有哪些成分 冻后成分我们首先要讲冰语 冻后当然是有冰语 所以我们会讲双冰句 那冻后也有得字补语 两类得字补语 我们上次稍微讲我跑得快的那个 哪个是V1V2哪个是冻子弯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得字补语是什么 然后到最后我们还会讲频率 或是次数 或者是表示持续性的一些补语端语 然后在下一个小节 我们才继续去3.3才讲冻前成分 那首先先讲冻后成分的第一类就是冰语 冰语我们可以看双冰句 典型的双冰句像是十 他递给哥哥一壶酒 递给是一个复合的 比较复杂复合的动词 当作这个句子当中的主要位语 通常这种句子会有Dative Alternation 双冰句通常有与格句的对应 比如说你可以说他递一壶酒给哥哥 就是把递跟给分开 这个叫做Dative Double Object跟Dative Alternation 大家在这边 他递 递一壶酒给哥哥 所以把递跟给编成两个 反正这时候的给就会比较像是一个像2这样子的 英文的2这样子的这个介细词 他递给哥哥一壶酒 他递一壶酒给哥哥 那我们现在要看洞后递给这个后面有两个冰语的这个句子 就是他有哥哥 然后还有一壶酒 这个双冰句两个冰语的句子 那首先的测试我们用连接性测试 就是对等连接 我们说两个成分如果可以做对等连接的话 通常表示他两个成分是一样大的成分 所以在后面的双冰句哥哥一壶酒姐姐一盘菜 我们可以去这样子 所在被制剧里头我们也这样子类似这样做过对不对 那所以你会发现哥哥一壶酒 这个两个冰语 其实他是一个成分 所以你可以把哥哥一壶酒这样子是一个成分 我把它画起来 哥哥一壶酒是一个成分 姐姐一盘菜是一个成分 所以你可以把哥哥一壶酒跟姐姐一盘菜来做对等连接 但是呢你不可以把它做 SUDO CLEF SUDO CLEF是德式嘛 记得吗 德式的右方我们把也一样通常是放名词性的成分 而且它必须是一个成分才能把它做强调 那你会发现不行 那怎么办 10B跟10C这两个测试结果是相反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说 我们可以说依照这个10B来讲哥哥一壶酒是一个成分 可是10C来讲哥哥一壶酒不是一个独立的成分 那普遍认为只有动词的动词本身 他可以只派一个论子角色给他的冰语跟他的主语 冰语跟主语我们叫做域内论员跟域外论员 那有一个独立于VP的成分可以负责一届另外新的论员 你要有一个新的论员就必须要有新的动词 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有讲为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说动词组上面的投射还有一个 投射还有一个轻动词在 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句子 他递给哥哥一壶酒本来就是递跟给是分开的 就是这个他递一壶酒给哥哥 递跟酒给可以分开 那可是你可以发现 根据中心语为动词中心语可以往上移到轻动词组 变成把递给合并在一起 你就会得到他递给哥哥一壶酒这样子的论 那这样子的论可以成立基本上就是要假定在动词组上面有一个轻动词组的投射 像是11这样子 所以双兵具呢从Larsen 1988年开始就一般被认为拿来论证说动词组可以有两层投射 这是第一种冻后成分双兵具 那第二种冻后成分我们叫德字 叫做补语补语补语不一定是德字啊 可以是次数补语频率补语等等补语 可是德字补语显然是在汉语当中很有特色的补语 比如说他走德气喘吁吁 走是一元术语嘛 他主语是他 他走就走嘛对不对 可是你必须要描述他的状态样貌的时候 你又不想用壮语的时候你可以用补语 这时候要加德后面才加一个气喘吁吁的补语 他走德气喘吁吁 那这样子的补语也可以有主语 比如说像他气得我不想写信了 那之前如果你去读那个 我跑得快那篇文章 他会去论证说这个我 究竟是这个前面动词 德字前面动词的兵语 还是不想写信的主语 也就是说这个我到底是气 气到我他是他的兵语 还是这个血的主语 还是都有后冰语他的特性 所以在聚法学里面这个NP这个我 因为他不可能又做气的冰语 然后又做血性的主语 那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决定 他到底是这个我到底是动后补语的主语 还是动前未语的冰语 有几个测试有几个测试的方法 第一个是R测试 第二个是一味测试 好 R测试是什么 一般来讲可以做停顿的 通常是必须在成分跟成分的中间 你不会无缘无故把一个东西拆成两边 然后做做给他停顿 所以比如说他告诉朋友啊 去投奔亲戚 他告诉朋友去投奔亲戚 他告诉啊就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告诉是一个transitive verb 它是个急误动词 你必须告诉某某人一件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冰语 然后还有一个事件当做他的补语 所以当你讲告诉的时候 这个朋友一定是他的冰语 那你就不可以把冰语跟动词中间做一个啊 去做停顿 所以他告诉啊不行 为什么 因为动冰之间是非常紧密的结合 你就把他中间把他打个啊 做个啊就不行 那可是呢你可以说他说啊 朋友去投奔亲戚了 说啊 这个时候啊却又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我只能说他说 后面加一个小句子当做他的补语说的内容 可是呢说主要是只有 一个主语跟一个 句子当他的补语 他不需要一个冰语 所以这个朋友去投奔亲戚整个都是他这个后面 的一个成分的一部分 所以你这时候就可以加R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16的B跟C告诉我们 可不可以加R会告诉我们 后面这个名词组这个朋友 他究竟是前面的 动词的冰语或是后面的补语的主语 对不对 那样啊我们来做其他测试 他气得我不写信 回到刚刚这个句子 他气得我不想写信 我们就是要测试我到底是属于前面还是属于后面 那这时候你可以讲他气得我啊 不想写信了 可是你比较难说他气得R 我不写信了 也就是把我放在跟后面 同一个成分的时候 句子很怪前面加个R 句子很怪 唯一可能我们认为是比较像17A 他气得我R 就是我是气的后面 的冰语 所以他的结构会是像18这样子 这是第1个测试 测试的结果是NP2是气的冰语 而不是第2个位语的主语 那另外一个测试呢是 宜位测试 那通常呢那个 刚刚有讲过啦 就是在动词组也是一样 在各个词组都是一样 他其实附加语都是adjoint 都是可以省略的 那所以冰语 冰补 这两种必要成分 跟这个 跟补组 跟那个补语附加语 跟adjoint 其实他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看19 那封信他气得我不想写了 他气得我不想写的那封信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 去把它做变形 首先19A是什么变形 我们本来的句子是 他气得我不想写信 他气得我不想写信 本来是这个句子 他气得我不想写信 我把它复制一下 过来在下面 本来是这个句子 他气得我不想写信 那现在19发生什么事情 我把这个冰语信拿来当作话题 那封信 他气得我不想写了 他是改制作这个 从这个句子改来的 那你发现什么 不想写的主语呢 是他 跟气是同样的主语 那冰语呢 被拿到前面当作话题 那这显示什么 他气得我 可显示这个我呢 事实上 看起来跟前面的气得是 比较紧密结合 所以你也可以说 把它做关系化 把那封信 冰语当作关系化 那封信 他气得我不想写的那封信 当作一个 relativize 就是关系子句的这个中心语 可是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把这个 补语的 附加语的成分 拿来做中心语 关系化的中心语 或者是 拿来做话题呢 事实上是不行的 所以22是不行 比如说他跑得快 到能追上哪 跑得快这个快 是一个 状态样貌的 补语 不得之后面的 那你就不能说那只兔子他跑得快到追上 意思是把这个 快到能追上后面的冰语拿来做 话题化 或者是关系化 22b 他跑到快到能追上的 那只兔子 这个就比较奇怪 所以呢 论源可以移位 不足语通常不大能够 移位 从这个测试来看 德后面的 足语S 其实他应该是在补语位置 因为为什么 他可以 他可以做 话题化 也可以做 Sudo-Clave 对不起 关系化 是关系化不是 关系化的这种移位 OK 再说德字补语 德字补语的种类有两种 至少有两种 一种叫做描述补语 一种叫结果补语 描述的德字补语 比如说他跑得快 结果补语他跑得累 那你会发现描述补语跟结果补语 其实 还是有一些差异 结果补语 先讲一个好了 比如说 这补充 他跑得 很快 我们说这是 很快 我们说这是 描述补语 然后跑得很累 我们说是结果补语 因为跑而累 是一个结果补语 那你会发现 表结果的 结果补语 他可以像刚刚 刚刚的那个 句子里头 可以有补语当中的主语 那表状态的 你如果把他加上 他跑得自己很快 加一个主语 假设是这个 Logoford代词 你会发现你不能这样说 你不能说他跑得自己很快 不能出现 对不对 所以打在这里 他跑得很快可以 他跑得自己很快 不行 可是你却可以说他跑得自己很累 要出现 不出现都可以 可见这个很快跟很累 虽然都是补语 那补语的两个种类结果补语跟状态 说不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课本里头的 课本的例子是像23 A跟B这样例子 结果补语的的允许动词的宾语NP在动词后出现 所以他唱得 好听 你可以说他 唱得小曲特别好听吗 其实是不行 对不对 他唱得特别好听是可以 可是你不能说他唱得小曲特别好听 所以那个结果补语的 冰语要在动词后出现的话其实是 怪怪的 只有表结果的才可以 比如说 他跑 只有表结果动词 比如说 弃德不想写信 弃德我不想写信 像这个 这个 冰语出现 不想写信是可以的 那唱得小曲特别好听是不行的 OK 所以两类的字补语事实上是有一些差异 除了老师举的这个例子之外 课本这个例子也显示 就是 只有 表结果的 德 结构后面才能有 这个 冰语出现 所以他的结构会长得这样子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区分的话 他唱的 小曲特别好听 我 他气得我 不想写信 其实这个我是长在这个 VPSPET的位置 那气得移到前面 上面 就变成 这个语序是对的 气得我不想写信 结构会是像这样子 这是第二种德字补语 是第二种 冻后成分 第三种冻后成分 我们说 表频率或是表持续性 持续多久的一个 短语 比如说他唱了五个钟头 唱歌不用讲出来没关系 可是因为是兵补震动 他唱了五次 他唱了两个钟头 这就是表示 频率表示 Duration 表示持续多久的一个 动后短语 基本上是可以的 那 因为 动词后 动词后通常只能有 XPYP 只有两个位置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有这个 五次两个钟头 这种频率持续性的短语 又要有德字补语 其实就会造成 句子会不行 所以你可以说我给的他很多礼物 这是双兵 他跟很多礼物 可是我给的他 礼物堆成了 堆成了山 我给的他这时候有什么 有兵女 他 然后又有什么 礼物堆成山 是补语 德字补语后面的补语 那这样会变成什么 违反 冰补真洞的违反 所以这个句子是不好 对不对 所以德字补语 如果你把冰语跟德字补语 通通都出现在一起 是不行的 但是32有一个反例 可以说我赏过他 两次金银珠宝 这个他跟金银珠宝 已经是双兵了 两个冰语都出现了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这两个冰语都出现 他还是可以出现次数 或是频率的短语 我想过他两次 金银珠宝 那这写是什么 其实两次这种成分 他其实是一个附加语 也就是他可以加接 直接加在洞后 成为一个 让结构没有多长的一种成分 所以他的图会是像这样 这里 有没有看到这里 他这个动词投射之后 在这一个层级 他加了这个frequency 就是表示频率 或者是持续性的短语 在这里 fp 那整个结构是没有长大的 所以其实并不会让 不会造成 结构的crash 那这个结构呢 他是一个带宾语 在这里 np2 跟一个集物动词 v 那这边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打过两次 欺负孩子的坏蛋 两次就会在这里 欺负孩子的坏蛋 就是后面的这个 小句子 欺负孩子的坏蛋是名词 对不起 欺负孩子的坏蛋是个名词 所以打过两次 欺负孩子的坏蛋 那注意啊 这个与序的问题 两个动词后面的 冰语都同时出现 欺负孩子的坏蛋就会是np3 那如果你说我打过那个坏蛋两次 这个那个坏蛋出现在两次的前面 他就会是np2 所以以36a跟36b来说 打的后面虽然都有出现 凝次组的冰语 可是他出现在频率或次数的 次数短语的前面或后面不同 他会是在这个结构上 np2跟np3的不同 不过呢这个这个结构 33这个结构 他没有办法表示像 34这个句子 我赏给他金银珠宝金两次了 赏给他 一个冰语 金银珠宝 双冰句两个冰语都出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女奥出现 表频率次数的短语 两次 对不对 两次 那这样怎么办 比如说他会在这里 金银珠宝会在这里 我赏 赏 一道轻松语赏给他 金银珠宝 没错 可是赏给他 你会变成两次金银珠宝 而不会金银珠宝两次 那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他这边有一些 弥补的方法 他说在VP领域里面 如果有三个NP 光感NP必须在 FPU或DRP的后面出现 有定NP 不好意思 这个是在讲下面 这边要讲的是一个反例 就是34里头 如果你把他跟金银珠宝 通通都出现的时候 他会变成正确语 是 他 我买给他 两次 金银珠宝 而不会是他 金银珠宝 两次 好 这是结构上 那个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数状图 为什么一直都是往下滑 那这个因为数状图 它显示说 我们的结构是立体的 这样可以解释一些 奇异的句子 上次有讲过 如果数状图是这样 Asymmetry 它要搭配一个 生成语法里的规则叫做线性化 因为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语句 其实是 在时间轴上去往后走 然后你一直语句一直讲下去 它其实是一个线性的 时间轴是一个线性 可是你的结构是一个 是一个立体的 所以他必须要把它压扁 这个过程英文叫做 Linearization 线性化 所以 树状图的 Siccman 比较高 Siccman 别人的成分 通常会出现在 声音形式上的左侧 或是说先讲的部分 那 后面的 就是 被Siccman的成分 通常就是 后讲 成分 所以 会造成线性的关系 那讲到这边 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 这其实就是X-bar Convention 就是一个VP的成分 它中间有一些 DOMI就可以一直投射很多V-bar 两三尺都可以 可是呢 重要的是它的论原位置 是这边是一个竹语 这边是一个 冰语的位置 所以它通常 可以这边有一个名词 这边有一个名词 那不过这个结构 现在43的这个结构 它其实是在讲 双兵具 所以它这里有 给它的那个 论子角色是 Recipient接受的人 那Theme就是移动的东西 或是被接受的 的成分 所以比如说 我赏给它 金银珠宝 它就会是这个 上面这个 然后金银珠宝 就会是后面这个 所以与序是对的 我赏给它 金银珠宝 这边要念一下这个41 一个五指的成分 它们跟中心与H 如果有论子关系 就应该跟H 结合一个最小的成分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啦 它必须跟它很宁静 所以我们才会讲定说 句子当中即使是主语 在IP很高的地方 它其实也是从VP里面移出去的 那接下来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句法语义的 错配 mismatch Syntax Managers mismatch 我们可以讲一个句子就是 它教了我 10天的 河南话 你可以讲 它教我河南话 这是冰语 那它教我10天也可以 这是表示 持续性的短语 可是你却可以讲 它教了我 这是冰语嘛 对不对 它教了我10天的河南话 10天的河南话 看起来像是一个名词组的形式 对不对 或是你也可以说我卖过一年鱼 你可以说我卖鱼 你也可以说我卖一年 可是你居然可以说一年的鱼 那什么东西叫一年的鱼 什么叫十年的 十天的河南话 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叫一年的鱼 两年的鱼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的结构是像这样子的 就不会有问题了 一样是有动词卖 主要动词 那我们现在假定它的轻动词 或者是上面的 这个可以化成轻动词 是度是看不到的 其实表示频率表示次数是一年的 所以当你说我卖过一年的鱼的时候 一年还是一样 Duration还是一个表持续性 其实是我卖鱼 我卖鱼 卖一年的意思 对不对 那只是这个Duration phrase 我卖一年的鱼呢 它还是出现在动词左侧 只是因为这个动词移到了轻动词的位置 所以我卖变成一年的鱼 但是一年的鱼其实不是一个 名词组的成分 没有一种鱼叫一年的鱼 那我还有三天的鱼 两天的鱼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鱼法跟鱼翼的一个mismatch 一种错置的现象 那这是动后成分 所以到这边我们已经讲了三种动后成分 一种是双冰鱼的冰语两个 然后再来是德字补语 然后我们知道冰语两个都出现的时候不能再加德字补语 因为位置有限 然后还有就是表频率表次数的补语 那它是一个adjunct 它是一个附加语 所以不让结构长大 它可以无限的附加 那还有就是一个mismatch的例子 我教过一年的鱼 其实是我卖鱼卖一年 卖一年 这个一年还是一样表频率跟次数的 还是一个fp 出现在动词左侧 它并不是一个一年的鱼 是一个冰语 那接下来我们讲动词前的成分 到这边之前有没有问题 没有我就很快讲动词前的成分 动词前的成分就是大vbar跟小vbar的附加语 通常就是pp跟附词修试语 比如说它从西安回来了 回来了是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 从西安就会变成是一个动词前的成分 还有我小心翼翼的 这个的写说地方的地 其实是表示它是个状语 也是出现在写这个主要动词的左边 所以动词前面可以有撞语 而且这个撞语可以有好几个 那它跟动词的 这个频率次数的其实会互相排斥 所以动词前你可以好几个 比如说它从西安 小心翼翼的回来 你可以出现两个 对不对 小心翼翼 跟那个 从西安 这个界隙子组 同样都一起出现 可是呢 动厚的 我卖过两次英语却不行 这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个特色 那动词前除了这个 批批阶系词组 跟副词修饰语的壮语之外 还可以有体端语 体端语 体标记 我不喜欢用帽 原因是因为 我不喜欢 对不起 体帽我可以用 但我不喜欢用 实帽 原因是因为汉语的实 汉语没有 其实没有真正的morphological 就是 构词上的实 他通常用时间复词 所以 人类语言区分了实跟体 可是我认为汉语不一定有时间标记 体呢 则是从说话者的角度来表达事件 比如说这个事件 切入点 你可以是进行当中的 那你切入的事件点 可以是完成体 完成体意思是这个事件的终点结束的状态 那进行体是针对一个事件的开始结束中间的 进行 那完整体则是一定要是最后的终点状态 所以他在唱歌 其实这个在表示的是进行当中 那他唱着歌也是可以的 OK 那了着果的了 其实动后的了 他表示的是 完成帽 我回了家 那杀过了我们也是一样 表示这件事情已经终结过后了 所以根据 根据上面这个分布的话 后缀了 后缀着跟后缀个 会造成语序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动词组 通常是在体貌标记的右边的下面 beta commet beta 所 dominate 对在右边 那可是问题是这个了跟着 他又附着在动词上 那在 中心语意味里头我们是只能由下往上 不能由上往下 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假定动词会往上提升 那动词往上提升到轻动词是我们之前就认可的一种意味 那我们现在就要假设说他根据中心语意味可以再往上提到 这个aspect就是体貌标记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这样子提升之后那个着跟过就可以单成后缀 次序上就不会有问题 那53告诉我们他在大声唱歌 他大声在唱歌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体貌标记的在 必须在这个大声撞语 我们刚画了那个他大声唱歌其实大声是画在 这个VP的左边 那就可以 就会知道他一定要在大声的左边不可以在大声的右边 OK 那所以这是体貌标记的位置 大概就是出现在 整个小VP 整个轻动词组的上面 那动词前呢 除了这个附加语 除了体短语之外 还有第三种动词前叫做 琴态 助动词 那琴态助动词一般分为两类 叫做事件的 epidemic 事件的 这样拼 epidemic model 表示件的 就是 it is possible it is the way that 什么什么的 那另外一种是 deontic deontic 是 动态性 义务 义务 状态 样貌 义务的 比如说能肯感 当你说肯的时候 或是说能的时候 能有两种 能一种是ability 比如说他能说法语 对不对 那可是还有一种是 possibility 他能来 他可以来的一次 那这两种 琴态助动词的高度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加跌 你可以说 他可能 加上后面这个 可以 来 他可能会来 可是你不能相反 你不能说他会可能来 对不对 原因是因为这个A类的 一定是在比较高的位置 B类一定比较低 而且他可以加跌 所以你可以说他会 肯来 你不能说他肯会来 对不对 会加上这个 肯 干 会加上一个肯 对不起 这里 会加上一个肯 是可以的 可是 相反次序 他肯会来 是不行的 OK 那62就是这些例子 比如说可以的话 他辞职可以 你接伴不行 他们这样想不应该 不应该这样想 他不应该 该不该 可能吗 这种东西 这都是 魔态助动词 魔态助动词 那魔态助动词是怎么样 话呢 你辞职整个是当做助语 其实是动词是可以 轻动词 可以 你辞职可以 他 他接班不行 他接班整个是助语 当做不行 OK 那有一些变化 可以你去 也可以他去 那这时候可以要比较高 有没有 可以要出现在这个 你去的前面 这种叫做控制位 这个另外再讲啦 就是说他 他是有两层的字句 两层的字句 这边这样 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二一你去 这样子 大家知道一下他的结构的可能性就好了 那这两类的情态助动词跟控制位语提升位语也可以有相似的状况 比如说 我应该唱一首小曲 我可能会唱一首小曲 那其实是应该我唱一首小曲 我本来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我应该可以本来在这里 我唱一首小曲是他的主语 那当你有这个提升助动词 就是应该可以会的时候 这个我呢 怎么样 可以 像是提升助动词一样 移到这个应该可能的前面 就变成我 应该 唱一首小曲 OK 那控制动词他本来就在前面 应该是 我肯我敢 然后这边其实是一个 pro 大拼小 好了 唱一首小曲 那只是刚好这个我呢 是跟这个后面这个空主语是共之 所以我敢唱一首小曲 我肯唱一首小曲 OK 那可是如果你把我放到这下面来 可能 敢可能 我唱一首小曲就不行 所以这是提升模太词跟控制模太词的区别 以上呢就是我们要讲的动词组的所有内容